韋雨評級星期二警告,包括美國最大銀行摩根大同在內的數十家美國銀行可能面臨評級全面下調的風險。 韋雨分析師向CNBC表示,韋雨6月將美國銀行的營運環境評級從AA下調至AA減,理由是蓋國信用評級面臨壓力。 3月份地區銀行倒閉暴露的監管缺口以及利率的不確定性。 分析師克里斯·華爾夫表示,此舉基本上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它沒有引發銀行評級下調。 但華爾夫表示,如果美國銀行業的評級再次從AA減下調到A加, 將會迫使到評級機構重新評估包括摩根大通在內的七十多間美國銀行的評級, 這個可能會令一些實力較弱的銀行近非投資級的地位。 華爾夫表示,一個相關問題是銀行業的貸款違約是否超出了韋雨認為的歷史正常損失水平。 在加息的環境下,違約率往往會上升, 韋雨對寫字樓貸款違約對小型銀行的影響表示擔憂。 在韋雨發出警告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花旗集團等銀行的股價升期二下跌。 Business Insider在星期二的一份報告中說, 美聯社在過去18個月內實施的限制性貨幣政策支撐作韋雨的警告。 報告補充說,昂貴的遮貸成本以及提高的貸款標準, 被很多擁有大量企業大目的銀行和非銀行企業創造了一個壓力窩的環境。 上星期,目的下調了美國10家中小型銀行的信用評級, 並對紐約、梅隆銀行、北方信托銀行和美國合中銀行等主要銀行 遵行可能降級的審查。今個月初, 威於下調了美國的長期信用評級, 理由是政治失調和債務負擔不斷增加。 華爾夫表示,這次威於由伊香市場發出信號, 銀行評級下調雖然不是板上釘釘的事, 但就是一個真正的風險。 毋族和我每次暗策下調雖然是軍福主, soda,閔稚奇譜、 寘依辭作剣avan推調线。 inis牽連合法ия如果在寶外行, 請指甘的健康每一 vendo就坐準備再遵復。 警察雖然不是金馬克 辯� may不是磨跳的,